一邊釣魚一邊享受客家歌謠 民眾在中山區往西里內的釣魚池 歡度母親節 大人小孩相聚在此 至少歡樂回憶 往西里里長下萬浪 每年舉辦母親節活動 不僅讓民眾有康乃馨小禮物可以拿 攤位宣導也讓大家增添生活小知識 大家愉快啊 然後跟與大家同樂啊 里長辦這個活動很棒 現在的媽媽都要多愛自己一點 等一下我小孩也會來 只是說我們要多愛自己一點 這個年頭是都要 不管是不是媽媽都要愛 尤其是媽媽要更愛自己 因為媽媽在國時間比較短了 所以要多愛自己一點 就剛好看到族姓啊 女長辦活動 我們剛好有時間 然後就過來了 很開心我們第一個獎就被抽到了 感覺就像一個大家庭很溫馨 然後有很多人幫我們慶祝母親節 非常特別 然後這次還有多一個彈珠台 彈珠台的話是可以大家來玩 然後會有小獎品小糖果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一些今年母親節新的輔銷物 那是可以貼在冰箱上面的那個磁鐵留言板那種 今天是我們往西里的中正區櫻花社區發展協會 向我們客家委員會申請一點的經費 我們辦一個零賞客家歌謠的一個活動 每一年我們母親節的時候 因為要給媽媽一個歡喜 跟全家一個歡樂 所以都辦一個母親節的活動 那正好我們這邊往西里有一個可以講說台北市 不要錢的釣魚的活動的一個地方 就是魚池 釣魚池 那在這邊平常也養了很多花 所以觀賞了很多 那我們借這個食地物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像地方有爆米花 還有一些基金會 還有稅捐處 等下還有這個比較宣導的 那還有一些摩采品 他們議員他們照顧我們 提供一些摩采品 大家歡樂一下 這是我們每年例行的一個活動 所以很高興代表我們中正區公所來參加 往西里的母親節活動 那看到現場的各位參與的民眾都很有活力 相信今天的活動一定可以圓滿順利 那這邊也祝福全天下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那這邊還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在騎機車的時候 一定要離浪行人 那我們要遵守交通規則 避免行人遭受傷害 那我們今天就是宣導 我們機車不騎人行道 那我們行人都喊讚 里長一起裝扮 為模範父親喝彩 這是里長特別準備的裝扮小道具 要讓爸爸媽媽戴上彩帶 為自己的身份慶祝 我們知道今天是母親節 要給母親一個歡喜 所以在服裝方面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第一我們訂做了 就是比方說模範母親 還有我們模範父親 讓大家覺得說這兩個位置 這兩個父親跟母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特別讓媽媽有機會 把他在這個時候掛一個彩帶 就是說這天是他的節日 那我們做父親也趁這個機會 等於歡樂一下 比方說戴皇冠還有披肩 這就是做媽媽的 一個今天他的節日 所以給大家一個歡樂 歡聚一堂 大家都是一個禮的人 這個是把這個歡樂聚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有需要跟必要 為人子女趁著節日 表達對母親的關愛與感恩 活動將社區與家庭結合在一起 增進親子交流 也促使親子關係更緊密 家庭更和樂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大家一邊穿著活動 然後船可以到了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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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